这个AI绘图吸引老阿贝的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他会释放显示卡的VRAM 另一个就是经过他的转换的checkpoint 跑图速度会加快 因为老阿贝这边目前没有合适的显示卡做测试 所以能不能释放VRAM这个我就还不知道 不过在安装的时候有这个选项可以选 用CPU跑图在同样的硬体上 SB跑7分36秒 Invoke AI跑6分38秒 感觉是有快那么一点 使用上比较直觉 方便 如果以作业系统来比喻的话 Stable Diffusion会比例是Windows 那么Invoke AI操作起来比较像是Mac OS 下面就是Invoke AI的安装分享 同样的会以初学者的角度来进行 节奏比较慢 已经不是初学者的人 请用两倍速播放哟 一到安装影片的下面 点开显示完整资讯 第一步先来安装Python 点这个连结 这一次安装的Python版本就不限制在3.10.6版 老阿贝装3.10.6只是为了跟Stable Diffusion Web UI相容 拉到下面来我们选择64bit这一个来安装 记得来这边把这个打勾 点这边开始进行Python安装 安装完毕后点Close关闭 再把Python的网页关掉 现在开始进行第二个步骤 点这边打开 Invoke AI下载网页 再点这边 点这边来下载安装的压缩档 把它另存到你要存放的地方 老阿贝要放在一槽的AI资料夹中 按存档 再来这边打开档案总管 把下载好的档案解压缩出来 解压缩完跳出来的视窗先关掉 这个就是解压缩出来的资料夹 压缩档我们先把它删除 打开解压缩好的资料夹 再点进去 点这一个按滑鼠右键选择开启 这边会有三个执行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安装Python 这个我们刚刚安装过了 这边有特别的说明3.9或3.10都可以 不过3.11或以上目前还不支援哦 如果你还不知道你装的Python版本 可以打开CMD来检查一下 这边会显示目前安装的版本 检查完就可以把CMD关掉 再打开我们刚刚安装的那个视窗 第二个步骤是要我们点两下这个档案 上面说 这是为了要让你的系统支援较长的路径 老阿贝遇到这种档案 通常都会打开来看一下 有没有跟他说的一样 我这边点右键选编辑 大概看了一下 作用真的就像他所说的 只是打开了长路径支援 这样老阿贝就可以放心的给他点两下了 至于你们要不要给他点两下 那就你们自己决定哟 他的第二个步骤已经完成 来看看的第三个步骤 第三个步骤要我们安装微软的Visual C++ 这边有提供下载的网址 把它选起来按滑鼠右键点它复制 到浏览器这边贴上并前网 往下找一下下载的位置 来这边下载X64bit 点开启 因为这个城市是玩游戏都会装的 所以老阿贝这边之前已经有装过了 我这边先把它解除掉 再装一次给大家看 装好了 第三个步骤完成 来看看还有什么要做的 这边有一个网址 应该是如何安装的说明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按下Space键To Continue 这边问你要装在这个资料夹 还是其他的资料夹 老阿贝要装在其他的资料夹 所以输入Y 这个注音超级讨厌 输入Y 这边要我们输入安装的位置 它比较麻烦都要用自己PIN的方式 这边老阿贝也卡了一下 老阿贝要放在一槽的AI资料夹 所以把这些消掉 再检查一次 没问题的话按Enter继续 它又问你一次 想要换到其他的资料夹吗 这边老阿贝精神恍惚 输入Y 所以重复的步骤又来一次 滚倒 这边让你选择您的硬体设备 我这边选二用CPU来跑 然后就是漫长的下载安装过程 安装完毕后来到这个设定画面 我把视窗谋高一下 这边可以更改您影片输出的位置 用于设置就可以了 这个当然就不要检查了 这个是Not Safe for Work的简写 按键盘的Space键可以改变选取的状态 按上下键可以在不同的选项移动 再来这个就用预设值就可以了 往下跳到进阶的选项 这边就依照您的硬体来选择 老阿贝这边选的这几个 这个地方可以按左右键 来根据您的记忆体大小来选择 我这边就先用预设值是看看 再来这一个也是用预设路径就可以了 如果上面的设定都完成了 就按Space把这边打勾 再往下一道这个Next 按下Enter键就完成这边的设定 这里的选项是要问您有需要帮你下载 Checkpoint还是一些训练的档案之类的 老阿贝之前按照Stable Diffusion Web UI都有下载过了 所以这边通通取消掉 看起来档案都算蛮大的 这边有两个训练的档案 有需要的话可以把它勾选起来 再来往下一道这边 这边会要求你输入要加载的Models路径 据说它会转换你的Checkpoint 跑图速度会增加哟 这个有空再来做正式的测试影片比较看看 这边的用法比较奇怪一点 老阿贝的Checkpoint放在C档 所以在这边输入C毛号 然后按一下Tab键 在上面这边选择放置Checkpoint的资料夹 找到后按下Enter 因为这还不是老阿贝放置的资料夹 所以再按一次Tab键 选择更里头的资料夹 这个不晓得是谁设计的 超级难用 终于选到我们要的资料夹了 这个记得把它打勾 以后有新的Checkpoint 它会自动扫描 这个是问你要不要帮你转换到Diffusers 这边选择 样 再来往下选择到Done 按下Enter键 它会开始根据您的设置来下载档案 并且安装 这边又是冗长的等待过程 老阿贝这边大概等了15分钟左右 OK 当出现这个之后 就表示安装完成了 这边有一些说明 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 不想看的关掉就可以了 这边有出现磁碟空间不足的错误 所以老阿贝删掉一些档案后 又重装了一次 再来打开档案总管 老阿贝是装在一层 AI资料夹 上面那一个才是安装好的资料夹 点着个按滑鼠右键开启 这上面有一些选项 有不同的功能和设定 有兴趣的可以自己看看 我们这边选择2 按Enter 跑出下面这个网址之后就完成了 来到这边把这个网址选起来 再点滑鼠右键 一下来复制 回到浏览器 在网址这边贴上并前往 出现这个画面 这样就安装成功了 这边有界面的语言选项 目前中文只有简体中文可以选择 选了界面 马上就变成简体中文 不用像Stable Diffusion WebUI那样麻烦 这一侧提供了许多AI绘图的功能 有用过其他AI绘图的 应该都很熟悉了 让我们来跑一张图室看看 这个界面用起来比较直觉 方便 跑图的速度又好像快一点点 不过我还没有真正很精确的测试过 目前老阿贝这边也没有Enter可以测试 有装成功试验卡的 再分享一下咯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有帮助的话 再记得帮老阿贝订阅 分享加按小铃铛哟 谢谢收看 祝健康快乐 老阿贝下台一句功